我們現在開始教牛頓運動定律 牛頓有三大運動定律 我會先教一 然後再教三 因為這兩件東西都跟計算沒有關係 然後我再回來教二 因為二會需要用到計算 好 當然就是叫做牛頓一 然後故事又從古時候講起 有一位大哥叫做亞里斯多德 他認為所有東西都有個自然的靜止位置 靜意思就是說東西原本就應該是停的 然後它有個自然靜止位置 那不一樣 煙是在天上 石頭是在地上 所謂一個東西的狀態 要嘛就是停在它的自然靜止狀態 要嘛就是正在要去它的自然靜止的過程當中 所以煙會往上飄 因為它要去它的自然靜止的位置去 石頭會掉到地上 因為它要停在它自然靜止的位置 所以這就是亞里斯多德的想法 他認為東西是在自然靜止的狀態 那如果不是他就知道他就會動 他就會受到某個力量 然後會動會怎麼樣 好 這是他的想法 但是呢 我們的嘎大哥 嘎利略 嘎嘎大哥 嘎利略他認為不是這樣的 他認為呢 東西本來就可以一直動 他是因為受到摩擦力呢 他才會讓他停下來 他要停下來 所以呢 如果沒有摩擦力的話 就不需要外力 他就會一直一直的動下去了 他需要外力 那麼 他就鎖了兩個假想的實驗 來證明他的想法應該是對的 第一個呢 往下掉 會越掉 越快 很好 你就往上衝 會越衝 越慢 那如果往下是越來越快 往上是越來越慢 那平的應該怎樣 就應該不變嘛 那近不上上也不 向下 他就應該不變嘛 就不變 所以顯然不知道怎麼自然靜止啊 他可以一直動下去啊 一直動下去 好 另外呢 他做的假掌時間是這個 假掌他非常光滑 很圓滑 然後呢 就發現他掉下來 會回到原來的高度 那把它稍微斜一點呢 他還是回到原來的高度 喔 他好像他就是想要回到他原來的高度那邊去 那如果這樣呢 他就永遠回不去了啊 他就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走 一直想回去 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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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永遠都回不去了 所以他就可以一直保持運動啊 所以顯然並不是什麼自然靜止啊 不需要什麼力量 他就會動啊 不需要什麼力量 他就會動 所以 就是他的想法 也是我們的八大哥的想法 所以他就說 東西都有一個改變他 反抗改變 我現在是這樣 我就很想這樣 保持這樣 我會去抵抗想要我改變的這個狀態 然後他把這個想要保持原來的情況呢 就稱之為所謂的慣性 就稱之為所謂慣性 然後這個想法就被牛頓借過來用 牛頓大哥就說 我們東西都有一個維持原來狀態的傾向 如果我本來是靜止的 我就希望保持靜止 如果我本來是運動的 我們就希望保持運動 就是懶惰的意思啦 不想改變啦 本來怎樣就怎樣 怎樣怎樣怎樣 所以他把這種保持原有運動的性質呢 他稱之為所謂的慣性 慣性 這是牛頓大哥的思索方式 我們有一個影片 來跟各位說這個狀況 他這個 有一個棍子 一個像西瓜的玩意兒 然後左邊右邊有一個蘋果 有一個柳丁 一個橙 香港的話 橙 然後呢 現在西瓜先生頭頂著一個橙和一個蘋果 我去轉這個橙的時候 旁邊的蘋果跟橙是不會動 橙和蘋果的位置都沒有改變喔 他保持他原來的狀態 因為他沒有受到其他的作用 為何橙和蘋果都沒有轉動呢 他不會轉 他不會動 所以呢 這就是牛頓大哥的想法 我會保持我原來的運動狀態 原來禁止的就會繼續禁止 原來會動的就繼續會動 這是我們牛頓大哥的想法 OK